流律游戏Netflix 绿镜下的韩剧 一字密笔空间里 一群人在一个规则下互相厮杀 由于游戏的剧情 听起来不是什么新颖的故事 去年同样在Netflix播出的日剧《迷流之国》的爱丽丝 主角进入一个需通过闯关游戏来保住性命的世界 两千年上映的日本电影《大逃杀》 更是这一故事模式里的经典 讲述一群被随机选中的初三学生 在荒岛进行杀戮游戏的故事 Netflix还以一己之力 刺激了韩国澳市场的活跃 在他们看来 Netflix具一项以高能反转在社交媒体走红 但如果不能揭示更深刻的东西 反转变得没有价值 爽到极致 或许是麻木